生活些许疲惫,声音或许完美,我是预言,好久不见。 周三晚上九点,我在不完美的你,跟你聊聊如何拥有良好稳定的人际关系。 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,亦或是恋人,我们都希望能够拥有良性的和谐的关系。 但人非胜贤,每个人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缺点。 在相处的过程中,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不足,保持高质量的交往呢? 我想给你几点建议。 第一,是互相尊重。 肯定对方身上的优点,自己做错了事要真诚道歉。 明白和理解双方的原则与底线,不要轻易打破这些界限。 要学会与对方沟通交流,特别是当对方遇到困惑或痛苦时,应积极倾听并给出自己的想法,不可大吼大叫或是尖兵一样的拒绝。 第二,要重视彼此的需求,做出适当的妥协。 一段高质量的关系中,双方的需求都会得到重视。 当需求发生冲突时,要学会与对方协商。 最终可以为彼此做出一定的让步,选择折中的方案。 但同样,不要过分压抑自己的需求,过度自我牺牲。 第三,为享受高质量的陪伴时间,并不是坐在同一空间里就是陪伴。 高质量的陪伴意味着,当同他人在一起时,双方的注意力在彼此身上,而不是一个人在倾诉,另一个人却做其他的事情。 最后,祝愿所有人都能在多样的人际关系中找到自我,感受彼此的爱意。 我学不过一瞬间,留下灰色一遍,犹如昨天,谈之间过一年。 我学不过一瞬间,不过一瞬间,就算乌云层层跌跌,分不清表面,不回头不留恋。 我学不过一瞬间。 我学不过一瞬间,不过一瞬间,不过一瞬间,不过一瞬间。 想念 轻轻靠向左边 发现你 不见